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孤独团队的顾问五号透露 特朗普将启用亲信哈格利 担任下任美国驻日本大使 接替现任大使肯尼迪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白宫五号公布了27名内阁 向奥巴马总统提交的离任备忘录 回顾了奥巴马政府 任期内所取得的内政外交成绩 并提出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奥巴马在《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中写道 他实现了2009年上任时 对美国人民的承诺 从他八年前上任至今 美国的税率从7.8%下降到4.6% 联邦预算赤字从占JDP 9.8%下降到3.2% 美军驻阿富汗人数从2010年10万人 撤离到8400人 驻伊拉克美军从14.4万人 撤离到6000人 此外 多位内阁成员在备忘录中都提到了 中美关系在过去8年所取得的成绩 国务卿克里表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一系列全球议题上扩大合作 建立了积极非常有效的双边关系 有知情人士表示 对美国情报机构持严厉批评态度的 后任总统特朗普 正与高级顾问一起研究一项计划 将重组美国的最高情报机构 并裁建人员 原因是认为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 已变得臃肿和政治化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顾问问还在制定一项 重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计划 裁建其位于弗吉尼亚总部的人员 并将更多人员派往全球各地出外勤 中心局对该计划不予置评 该名了解特朗普过渡团队运作的人士称 特朗普团队的看法是 美国情报界正变得彻底政治化 需要进行授身 终点将放在重组情报机构 以及他们之间如何相互协作上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 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据气象台预报 一股新的极寒天气进入美国境内 将是全美民众本周面临 豪雨 暴雪和激动天气的威胁 今年第二个更强的暴雨系统 预计周末到达本加州 这可能将给加州带来自 旱灾以来最大量的降雪和降雨 其中旧金山湾区和洛杉矶市区 可能将有泥石流和洪水的危险 加州中部低洼地区 至星期六降雨量可能超过一英尺 此外 在未来的十天内 内华达山脉的部分地区的 积累降雪量将高达10至15英尺 与此同时 从星期四晚间到星期六 一股暴风系统将从德州 到弗吉尼亚州的美国南部地区 带来降雪 虽然降雪量不大 但是足以给当地交通造成重大影响 同时一股基地风暴 正往中西部和东北部移动 这可能使东岸地区 从北到南与本周末降雪 美国著名连锁商场 梅西百货近日宣布 将在新一轮门店关闭和资产重组中 裁员约1万名员工 该项举措将每年为梅西本公司 节约5亿5500万美元的开支 从而帮助梅西将2亿5000万美元 用于电商发展 梅西百货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Terry Lundgren表示 公司计划在接下来几年里 陆续关闭大约100家门店 在这公司整体发展策略中 占有重要的部分 通过保持合适的实体电规模 可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电商发展 梅西百货共有730家门店 去年8年 公司宣布将关闭100家门店 并于近日列出了 先期关闭的超过60家门店的名单 共涉及约3900名员工 因此失去工作 此外 梅西百货还计划在全公司范围内 再裁员6200人 以节省开支 加拿大方面 美国纽约时报 于近日公布了 2017年全球最佳旅游国家排名 在52个国家中 加拿大名列榜首 成为2017年 全球最值得旅游的国家 纽约时报在评论中写道 2017年是加拿大建国 150周年诞辰 届时 全国200多个国家级公园 以及历史遗迹等 全年免费开放 还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这时 加拿大民众来说 是无疑非常吸引人的 另外 加拿大有青山绿水 悬崖峭壁 阳光海滩 以及绵延无边的海岸线 风景非常优美 再加上加币疲软 2017年 加拿大一定会吸引 众多海外游客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 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孟如 不要走开 继续为您带来奉典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